大家好我是小飞 对奥特曼特色剧稍微了解一段朋友都知道 其实所谓的奥特曼就是演员穿上皮套演绎而成的 但这种表演却与我们所熟知的电视剧表演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 因为演员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 都得穿上这么一件厚厚的皮套 所以演起剧情来可是非常的辛苦 而最近有一些小伙伴们为小飞 演员穿上皮套后到底是如何观察到外面的事物 小飞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 在昭和时期 细心的小伙伴应该都会发现 初代在文太罗 他们的眼睛里面都会有一个小黑点 看起来还有一点像是眼珠子 而其实皮套演员正是通过这个小黑点来观看外面的事物 而有些人就会疑惑了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眼睛都在发光 那不是会烧毁他们的眼睛吗 但其实登报后演员的眼睛 是用一层特制的防热材质分开来的 所以是不会烫伤眼睛的 但这种方式也有一个弊端 就是演员的视野特别的狭窄 只能隐约的看到眼前很少范围的东西 所以长期表演眼睛也是会特别的累 即便是在平成三杰时期 这种方法仍在应用 而到了新生代系列奥特曼 对于奥特曼皮套眼球的设计就有了质的飞跃了 小黑洞已经逐渐的消失了 取而再次的是新一代的制作工业 大家都知道LED节能灯 即便我们的眼睛近距离观看 也不会十分的伤眼 而新一代的工业 可能采用的是比LED灯还要融合的灯光 也就是说对眼睛的伤害极少 而皮套眼睛镜片 再选择那一种里面可以看到外面 外面却看不到里面的隔膜镜片 这样就解决了击不双眼 也不影响演员观看外面 视野也是相当的开阔 这样皮套演员演起与怪兽的对打戏 就能更加的随意了 也可以说是时代的进步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 演员都得穿上一层厚厚的皮套 终究还是非常辛苦的 但是这也正是奥特曼特色剧的魅力 不是吗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各位留言转发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